HAPPY NEW YEAR 來到台北101下面準備來拍煙火囉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來場刊過了 但是我之前看的那一個點呢 剛好現在被一大堆的流動廁所擋住 所以我們只好再尋找另外一個點來拍攝囉 前幾年我拍攝台北101都是剛好對稱的 然後就是兩邊這樣子炸開來的樣子 但是今年我們想看看換個不同的角度 我們現在是找到一個樹下面 然後有樹枝在101前面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你們看看 只是很黑啦大家也看不太到 就是有人很多人卡位就是卡在 剛好在正下方就是台北101對稱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那裡沒有前景好像有點空空了 沒有什麼好玩我想要來玩一點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卡一個 完全應該是不會有人卡的位置啊 這就是一個走道上面 一個神奇的小位置 好啦相機架好了我們架了快一個小時了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三台相機全部都架到同一隻腳架上面 我們就只好慢慢的跨年囉 好啦相機架好現在差不多11點我們來周圍晃晃 因為目前我站的那個位置根本沒有人 就附近沒有什麼人卡位啊或者是站著 因為我站的那個點真的是還蠻神奇的 平常幾米公車那邊都站滿人耶 就是馬路上那邊都站滿人 但是我們這邊我身後這邊都沒有什麼人 都有位置可以坐耶超瞎的 是啦是我站的這個位置比較特別正常人都會想說 找一個前面沒有遮蔽物的地方就是看煙火 但是我就找一個全部都是樹的地方 然後我要穿過樹這樣拍攝1.1 還蠻特別的啦 就這樣子也沒有人跟我搶位置 還不錯 你看附近完全沒有人 可能也是因為下雨啦 就是現在下雨 你看現在外面都有人在撐傘 希望待會放煙火的時候不要下雨 拍完煙火了 剛剛很多就是拍完煙火路過的人 就說他們拍了5秒鐘 他們就把手機放下來不拍了 因為全部都是煙 但是我們這一面其實都還看得到煙火 我覺得照片還不錯啦 就是有看得到煙火 另外一面看起來是連煙火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就回去整理照片 希望就是有美美的照片 這個天氣有夠拔蠟的 就是我們在拍煙火 然後拍倒數的時候還是在下雨 拍完整個煙火還是在下雨 然後結果結束的時候 就雨就停了 超紙張 每一年拍完煙火 就一定會有人說 他們全部都是煙 然後看不到煙火的部分 那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就他們會場 就是市政府他們會場那邊 就是完全都是在逆風的狀態 所以煙火一放出來 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每一年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呢 我每次都是在幾米公車這一面 就是在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路啦 就是在幾米公車這一邊 就都不會有煙 然後就是 每一次都是拍起來就是很漂亮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說 你怎麼拍到全部都沒有煙的101煙火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 就是分享這些東西 就是分享經驗 每一年就是一大堆的人 都會去另外一面 淹很多地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每一年都拍得開開心心 就好啦 但是只有這次